1947年5月,中共发动第五次攻势 林彪纠合了45万众,辖重炮山炮260日 围攻松花江南四平街一线 与国军陈明仁的四平兵团熬战50多天 双方大道精疲力竭,尸横遍野 守城部队71军靠空军支援力撑到最后一分钟 林彪忠告不知向东溃退 这是国军在辽北战场的最后一场胜利 一年多来,老共已经看出国军作战兵力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所以,无论一城一地,总是以两倍、四倍的兵力扑天盖地接踵而为 这种打法在国共战史中便是著名的人海战术 他们没有武器,拿着烧把,拿着帮忙 但是他还不能丢了,那个共产党在后面拿着枪 你想转头看一下,他就把他打掉了 就毕竟那个老百姓前面呢,都是那些小孩子老幼父母 这一一起这些人,跟你一火而上 他是利用这种方式,人海的这个方式 把我们这些鬼军呢,那些兵呢,看到以后伤心落泪 比那种凄惨的状况大夸 他的整个军队,你们一万人,他就要动用 起码砸完一扇,老不信 为什么动用这些?一个是,他的东西不计这种 一方面就要你尽量,尽量在前面 有的人一批难铃,你看我都下不了手 有的人我飞机站不晓怎么投 人海战场很惨的 前面是人海,小孩,十二三岁的小孩在前面 甚至于把女孩都放在前面 后面有机关枪看到 你要退的话都不行 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手段 对付人海,国军只有用火海的战术 以密集的火网迁离阵地之前 但自1946年7月,马歇尔对华实施禁运以来 国军缺的便是弹药 一旦国军弹药果然不济 那么将会被人海淹没而复亡 1947下半年,东北就面临到如此窘境 你是人海外站的 剧场上的任务 陆军天,东北就面临到如此窘境 我走上了 但是有之名